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997年第44屆試品賽 中国队中当时还是由王涛 刘国梁和孔令辉三人担当主帝 在他们三人的带领下 中国队一路过关战将杀入决赛 最终与法国队争夺男团冠军 决赛一开始两队就进入了拉锯战 在各胜一盘后 双方在大比分仗战成一比一平 关键的第三盘比赛 由中国队第三主帝王涛迎战法国队的埃洛瓦 埃洛瓦是中国观众十分熟悉的一位选手 他凶狠的打法以及使用的小提琴形状的球牌 都给球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一局 王涛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 以21比10轻松取胜 第二局 双方势均力敌 比分交替上升 埃洛瓦充分展现出欧洲选手打法凶狠的特点 在关键分上敢于搏杀 一直紧咬比分 双方的比分一直打到20平 20比20 把球抢了 直接得分 挺可爱了吧 又吃了个球 现在王涛又面临一次困境 21比20落后 王涛首先发球抢拉起来 这时候王涛正在考虑自己发什么球 好球 应该说这个球不是埃洛瓦打得不好 是王涛表现得太出色了 好的 这样就出现了第二局的24平 在第一局里边 王涛是21比10取胜 爱洛瓦抢拉成功 王涛可以说经验很丰富 先发球抢拉成功 转眼间 王涛又变被动为主动 26比25领先 而且自己拿着发球拳 这是个绝好的机会 大家看希拉敢于侧身抢拉 结果王涛吃了希拉一个发球 好球 这真是斗智斗远 一球牵动万人心 加油 萧玉板 好球 结果王涛是一个愉悦动作 没有把球接起来 这个球呢 滴拉拉的角度太大了 这样双方就打成了28比28 王涛拉球漏了 28比29 好球 王涛发球抢功得分 29比29 现在呢 不管谁赢都要达到31分 现在希拉发球 结果这个球 希拉是拉在了自己的拍边上 从技术的角度分析 这球是出手稍微晚的关系 出手早容易漏 出手晚打在拍边上 好球 最终王涛在心理和技术上 都高出埃罗瓦一筹 以31比29 这个令人不可思议的逼分胜出 帮助中国队 以总比分3比1战胜法国队 成功未免 思维斯林辈 同时 这个比分也创造了历届世诚赛 男团决赛中的最高逼分记录 相信 在乒乓球的比分改为11分之以后 这个记录将不会再有人能够打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